大家好 我是我差亚 这个是第三个视频 分享我断舍离的书籍 在送给同学们之前做一个记录 做一个纪念 没看过的同学可以看看上前两集 那么这集从哪开始呢 这位同学一共是三本 这位同学在之前 小爱同学 这位同学 好吧 小爱同学 我先把他关了 上次我断舍离的几本 关于胎教方面 就是怎么带小孩的 因为我家的孩子 我闺女已经上四年级了 那些书都用不到 也是压箱顶 所以说就断舍离了 我的朋友圈里面一位同学 她没说 她全收了 然后这次呢 她又说了这三本 这三本 我感觉是 我认为非常重要 非常经典 非常有价值的三本书 但是 朋友圈里边的那帮同学 他们都不要 唯独 她把这两本 我认为很重要的书 给收了 Photoshop的VoBook 和Illustrator的VoBook 虽然都是老版本 但是 哇靠 这里边的内容 简直是太棒了 那一本书是 是这本啊 我就不怎么说了 叫什么 斯瑟蒂克胎教法 这个不知道是我媳妇买的 还是 其他人送给她的 我忘了 这个我都没看过 咱们跳过吗 这个 参加可能是快有宝宝了 所以说 想学学这方面的东西 嗯 咱们重点说一下 这本书 Photoshop 6的VoBook 看一下价格 98块钱 是目前来说 这三个视频里边最贵的吧 啊 不对 那边有个99块钱的 是Photoshop的 这也是Photoshop 这也是 98块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 比那本照相馆的故事 要强10倍 100倍 咱们并不是重央卖外 而是以一个我 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好啊 2003年7月31号 购于海淀图书城 2003年7月31号 这时候我应该是 失业状态 从第一家公司刚走 去了一家 培训机构再学习 然后第二家公司还没找 然后正好赶上买房 这本书 这本书要好好说说啊 是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 这本书我忘了是从哪知道的了 但是它这里边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在哪呢 就简单的说啊 就是这个P 这个P 这个效果 那个时候管这叫什么水晶效果 还是什么果冻效果 还是什么非常的流行 还有正片叠底 我也是从这里面学的 就是这种叠底 它特别实用 还有一个人登山 我还记得登山 然后他怎么把这个人给贴到山上 还有这个效果 他是把两个层给他合并 然后又合并得很自然 全都是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办法 在这儿 这是一个美国的国旗 这是一个人在攀岩 最终效果是这样的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步骤 你看这是第194页 这是第195页 这就做完了 两页做一个效果 简洁明了 另外这些图片在它那个光盘里都有 这个我也做过 看有一些案例 还有这些笔触我也用过 全是从这里面学的 从这本书里面学的 还有图层 还有这个图片 也是从这里面学的 因为我那时候在2003年 在一个清华美院那儿 学过一些理论的设计 但是没有上机 我估计那时候学上机 也学不到这种东西 他们那种思维方式 跟这本书讲的都不一样 这本书它是 好像是每年都会出 叫Wallbook Photoshop 6的Wallbook Photoshop 7的8的 一直到最新的 可能现在还在出吧 但是 Photoshop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 这里全都有 我给你找一下这个P 这个P的效果 就这种很棒的效果 它可以加 在每一层上加那个 类似于CSS的东西 还可以复制 还有粘贴 其实这些效果在2003年就有了 但是在我们国内的一些 教Photoshop里边 可能得2010年以后才会教 这个我不太清楚 因为至少说我用的这套方法 在我们那个网络公司 设计公司里边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做出来的这些效果 他们都觉得很新鲜 然后客户也很满意 像这个效果 然后另外呢 我也比较喜欢去那个 国外网站去下载一些样式 可以提高效率 对就是这个P的效果 我现在还记得 怎么调 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还是不错的 对像这种小按钮 做网页的补菜单 主导航是非常棒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给一个做收藏的 还是做浴的 给他们做一个设计 他们特别喜欢 还有这种效果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原来是那么的简单 后来还上一些网站找一些文理的东西 特别棒 但是后来就用不上了 后来我的工作性质变了 就不再弄这些东西了 好 这本书 后来我就买了这本书 以拉斯推特10的wordbook 这是也是Adobe的 以拉斯推特 那是photoshop 这是给小孩买衣服的书签 衣服是157 这本书的定价是88块钱 这本书 我看看什么书买 2003年是2003年12月3日 购于海淀图书生 应该跟那个是同期买的 稍微晚一点 但这本书呢我用的并不多 因为我的工作几乎用不到这个以拉斯推特 但是它这里边一些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我还是用到 但是没怎么学过 因为用过这个photoshop的wordbook 就觉得他们这个系列应该是很牛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以拉斯推特10的wordbook 但是这个没怎么用 好了 这是这位同学的 说了8分钟 还有两位同学 一会儿说完了它 这位同学抢的比较晚了 还剩下两本 一本是英语流行口语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买的了 是我老婆买的 我把它这个名字删一下 当时也可能是想学口语 但是呢 估计也没看 像这种事太多了 就是你想的 你认为买的就是买的 但是 真不是你的 还有这本书 书本华的智慧 当时想学学哲学 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哲学 于是就买了本 这个书 买完之后 看的是稀里糊涂 但是呢 也没看进去 我看完了 幸运 我看完了 但是 没啥说过 可能那时候也看不懂 什么时候买的 这是2005年4月21号 购于王府井书店 好 就这么着 还有最后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剪漏可是最后的漏 剪了一个最老的漏 汉语成语词典 这是四川词书出版社 这是我上高中 上初中的时候买的 从地摊买的 买了之后 我以为我会看 结果是过了这么多年了 都没有看过 后来我想 要不给我女儿看 那天给翻出来 让她看 她不爱看 不爱看这么多书 这么好的书 如果扔了太可惜 看一下 是20 不是20 1994年 12月第二次印刷 28块钱 等以后要查个词什么的 可以上网查 这个纯粹是浪费空间 浪费空间 给需要的人 然后她还 剪了四本 叫艺术与设计 这是杂志 这是我在上两本书里边说过 去参加过一个清华美院的一个 培训 那时候觉得这种书非常棒 特别是这种设计 现在也觉得很漂亮很棒 但是是隔这么久真没啥意义 东道设计 那个时候的年代感 看还是挺好的 25块钱 一个月出一本 杂志画册 在我这没什么用 可能在他们那有用 当时都是花钱买的 但是现在只能当废纸 我有一朋友 他还有几本这种厚杂志 估计也没啥用 艺术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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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觉得这件没用 隔行如隔山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还有一个 这本书一直没推销出去 回头扔了 叫Painter 7 这是一个软件叫 看看啊 这个挺有意思的 购于2003年5月15日 北京双子双天大厦 同Wocom F510一起买的 花了850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犯了哪股劲 就特别想画画 因为我以前我也画过画 但后来上班就放弃了 但是2003年那年正好是非典 北京的非典很严重 然后我就想要不画画吧 我还看了一些 关于那时候有个叫火神的一个书 是机构啊 忘了 从他们那看的 他们说用Painter画小人 画画画什么 还需要一个数位版 数位版最好的就是这个Voca 买了一个数位版 那时候数位版还有什么512压杆 和1024压杆 花了800多块钱试了一下 我以为买了 书一把也买了书 就等于我会画画了 但是然病了 并没有什么用 该不会还是不会 因为书 怎么就看了两页 就看不下去了 书空白每次掏出来 画两笔就玩游戏去了 就看电影去了 就出去玩去了 这个书还是看不进去了 后来就压箱底 去年把那个数位版 因为书版太占地了 就给卖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还能用 卖了五六十块钱嘛 卖一个学画画的小姑娘 她是上大学 回到家以后 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 她不能回学校了 但是有活要做 就需要一个板 然后随便便收了一个板 她说据她说 收完之后 觉得我这个板还是很好用的 你看 从2003年到2020年 这17年 没17年也有16年了 这16年在我这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意义 但是在人家那可能半天就能出活 自己的贪欲啊 自己的贪念啊 所以说要收收心了 需要再买 我最近我也在卖我的相机 把那个 现在正在录着呢 是松下的G8M 就是日本版的松下G8 中文版是G85 功能是一样的 可能差点什么帧率什么的吧 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相机也是非常好的 镜头我用的是奥林巴斯的 1240F2.8的Pro镜头 还有那个 那叫什么 UV镜啊 那UV镜我也买的是日本原装的 也是奥林巴斯的 非常棒非常好 但是最近这几年 我根本都没用它 没用它 天天在家放着 然后我就想着把它卖了 但是又舍不得卖 但是最近这两天为什么要卖呢 5月3号 我们去上天津去玩 拿着这个G85 拍照片确实比手机要好 录的也好 因为它毕竟那么大 但是太累赘 人太多 怕挤着 吃饭的时候怕摔了 坐车的时候怕挤着 怕磕 怕丢了 太劳神 最后它那个效果 其实会比手机好一点 但是拿两个东西 还是太劳神 可能是过了那个年龄段了吧 我第一个相机是 怎么说到这儿了 18分钟 随便说两分钟 第一个相机是奥林巴斯的EP-3 是2010年的 还不错 从那相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像什么光圈 快门 什么ISO 什么这个那个 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过了几年 我又买了这个 松下G8 它要好得多 但是它俩都是M43画幅的 也会拍照片 虽然拍的不太好 但是知道怎么拍 怎么用这些东西 其实挺好玩的 比手机要好得多 特别是拍叶子 拍花什么的 它的定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定焦点 会特别的方便 手动对焦 那叫对焦 哎 都学会了 没用于商业摄影 以前是拍小孩 现在小孩也长大了 几乎也用不着了吧 用不着了就卖了 挂咸鱼上 像相机镜头 还有UV镜 还有那个背带 还有那个保护包 副厂的电池 通通的全卖 省空间 以后没准又买新的东西了 等以后什么时候再要想用相机 我可以再买一个 像这种玩意儿 只要有钱都能买都能买得到 最近用不到 估计未来也很难用得到 简单吧 简单 别那么多贪念 别那么多的占犹豫 累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阿差 这是三个视频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 也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记录 一个纪念 好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